大家好我是威哥,欢迎来到《环太平洋》原著小说解读的第七期节目 如果这期节目的点赞超过1080,我会立即开启下期节目的更新工作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故事开始 2025年,由于机甲在与怪兽的战斗中不断失利,人类对于机甲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 于是联合国准备彻底切断对机甲猎人的资金投入 转而将全部的资源投入到反怪兽墙的建设中 而这就意味着机甲的时代即将结束 但此时此刻,危险流浪者号的驾驶员罗莉还沉浸在哥哥杨夕之死的悲痛中 对于罗莉来说,她其实已经死在了那场对战刀锋头的战斗中 她认为哥哥的死完全是因为自己的擅自行动而造成的 罗莉也因为严重违反军纪而被开除出了猎人基地 不过罗莉离开的真正原因不光是对哥哥的愧疚 还有就是她认为,再也找不到像他哥哥一样的搭档了 而且她也不愿意随便找个搭档,让人轻易地进入自己悲伤的记忆中 所以罗莉就来到了阿拉斯加的一个反怪兽墙的工地 成为了一名修墙工 虽然罗莉根本不相信反怪兽墙真的能抵挡住怪兽的袭击 不过在这里上班,倒是可以给她的内心带来些许的平静 修墙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虽然每一天都有工人不慎摔死 但还是有大量的工人愿意做这份工作 毕竟这是有关全人类生命安全的工程 即使摔死了,也不会有人抱怨 而且现在全球都在实行食物配给制 修墙工虽然危险,但是一人上班,可保证全家人的口粮 而罗莉的工作就是修墙工中最危险的工种,墙顶工 这工作无异于虎口拔牙,而她会干这份工作 主要是因为她不恐高 这天,如往常一样,罗莉和工友们下班来到食堂吃饭 就看见电视里正在播放新闻 一只叫做病毒的三级怪兽,只用了一个小时 就攻破了悉尼的反怪兽墙 墙对于这只怪兽来说,简直形同虚设 虽然飞机导弹按照惯例 对着怪兽狂轰滥炸 然而无一例外,怪兽丝毫不受影响 就见她穿过海港,直奔逝去而去 其实在病毒上岸前,她就已经摧毁了两台 试图拦截她的机甲猎人 分别是日本的第四代机甲猎人回生军刀 和澳大利亚的第三代机甲猎人火神幽灵 特别是火神幽灵 她是和危险流浪者一样的Mark型第三代机甲猎人 而且还是同一年启用的 看到这里,罗利情不自禁地哆嗦了一下 而当病毒一进入市区 她就碰到了Mark型的第五代机甲猎人 尤里卡突袭者 这是由一对父子所驾驶的机甲 尤里卡突袭者一上来就在力量和速度上 全方位地压制住了病毒 然后在打斗中又突然瞄准来了个近距离的导弹骑射 就见导弹纷纷戳入了病毒的甲窍 瞬间就发生了猛烈的爆炸 随即病毒应声倒地 罗利从来没有驾驶过Mark型的第五代机甲 她刚成为驾驶员的纳会 还没有这么先进的机甲 因此使她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 罗利认为 即便是危险流浪者 在这台机甲的面前 也只能甘拜下风 此时罗利的心中 犹然升起了些许度议 如果当年她也有这么精良的配置 只需要半分钟 她就能让刀锋头一命呜呼 而她的戈壁阳西 也不会葬身大喊 接着新闻画面一转 来到了采访驾驶员的时间 而记者显然不怀好意 今天尤里卡突袭者 虽然成功击败了怪兽 可还是有两台机甲被摧毁 于是记者直接质问起驾驶员 现在猎人计划的处境这么糟 你们还要继续猎人计划吗 而驾驶员汉森 显然对记者的提问嗤之以鼻 反问道 今天尤里卡突袭者 已经消灭了第十只怪兽 除了猎人计划 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的事情吗 看着新闻 此时罗莉的心中也泛起波澜 要不是她半途退出猎人计划 这些讽刺猎人计划的人 根本不会刺痛到这位昔日的英雄 这时屋外传来了直升机巨大的轰鸣声 罗莉就看到潘提考斯特元帅 从直升机那边走了过来 那么接下来 传奇驾驶员罗莉 又会有着怎样的故事 请接着收看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